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三国茶馆 我是所属人刘裕 之前刚说过刘备生涯的征战成绩 做那支影片花超多的时间 还没看过的欢迎收看 几乎是一部三国演艺的历史精华版 那这次说点轻松的 其实摊开刘备打仗的历史 也是一部丢掉妻子的历史 各位猜猜看刘备调过多少次老婆呢 根据记载 在吕布偷袭下培 曾抓过刘备妻子 刘备低头求和 吕布将妻子还给刘备 但后来吕布反悔了 又打刘备 又抓到了刘备妻子 但所谓妻子到底是谁 这就是有趣的问题了 说到刘备的夫人 大家都会想到甘夫人 迷夫人 其实这两位都不算是正事 只是测试 那为什么有个印象 甘夫人就是刘备的大老婆呢 原来是因为刘备多次拜讨 前几位夫人都不在了 于是由甘夫人主持家中大事 以时间来推敲 刘备应该是先纳甘夫人 后来被吕布打到向东逃亡 才纳迷夫人 所以吕布两度抓走刘备的妻子 第一次抓到的是N加1人 那个1就是甘夫人 第二次抓到的是N加2人 2就是甘夫人跟迷夫人了 那前面还有N个老婆 N可能等于1234 难以确定 但可以确定的是 刘备在那之前有其他老婆 只是在战乱中过世或失散的 刘备第一次惨败给吕布什 军队资源匮乏 粮食用尽 民族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 把大笔资产砸在刘备身上 刘备的军队才振作起来 还有一点值得说的 文言文中说妻子 包含老婆跟孩子 假如设刘备夫人有N个 儿女有M个 丘N加M等于多少 哦绝对算不出来 我只是想表达 大家熟悉的阿斗刘善 也不是刘备第一个儿子 而且刘备其他老婆儿女 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就这样在残酷的战乱中 甘夫人变成了刘备的大老婆 甘夫人是小配出生 家世背景可能并不算好 刘备在徐州时纳维测试 她一路不离不弃跟随刘备 在荆州生下了刘善 三国之中 甘夫人资料非常非常少 不过在十一季 这十一部带有 神怪传奇故事的古书 其中有写到甘夫人 甘氏家中贫寒 但有人看向说她 以后将会大富大贵 后来她慢慢长大 十八岁时 成为让人惊艳的美人 肌肤像玉一样白皙透亮 容貌娇美无比 嗯...我觉得三国之游戏 可能没有参照这段描述啦 除了这些内容 十一季还写了一段故事 当时有人献上一个玉人 当作礼物送给刘备 刘备爱甘夫人 也爱那个玉座的美人 常常同时把玩他们 等一下 讲起来怪怪的 这是什么黑历史啊 由于甘夫人肌肤太美 人们远远看 甚至分不出谁是玉人 谁是真人 但刘备太过沉迷玉人 对内对外都有不好的影响 甘夫人劝她说 有德性的人不会只将预视为珍宝 现在有许多忧患 怎么能顾着玩弄这样的东西呢 刘备惭愧 听从甘夫人的话 并且更加尊重她 人们也都对甘夫人大为赞赏 但以上故事真的只是传闻意识 轻松看待就好 话说吕布曾两度抓走刘备老婆 后来刘备投靠曹操 曹操帮刘备打抱吕布 刘备重新得到了妻子 然而 刘备后来举兵反抗曹操 曹操派人争讨刘备不力 于是曹操亲征 击溃刘备 又抓走了刘备妻子 曹操跟甘夫人弥妇人 渊源很深啊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了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 这两位大概长得不好看 曹操是有名的人妻杀手 竟然看不上眼 不过我在这边要提醒大家 曹操并非到处抢人妻当老婆 他几乎都是纳寡妇 当别人失去丈夫 曹操才伸出魔爪 我是说 伸出温暖的大手 好好照顾人家 所以曹操没有对刘备两位夫人下手 这也很合理 刘备还没死啊 别把曹操想成肆无忌惮的老色鬼 演绎中 关羽祥曹曰三世 他说到 第一 我投降的是汉帝 不是曹公 第二 后代我两位嫂嫂 不得有误 第三 一旦知道皇叔去向 关某变形辞去 小说中 关羽千里走单纪 护送两位嫂嫂到刘备面前 相当感人 但历史真相如何 又是个媒体 甘夫人后来在荆州生下刘善 关羽有可能保护过她 但也有可能 甘夫人并没有被掳走 而是跟着刘备逃向北方 曹操抓到的夫人 是迷夫人或其他夫人 而她们从此消失在历史中 刘备的皇后列传 只有甘皇后 根本没有迷夫人 所有迷夫人的相关记载 只出现在刘备徐州落难时 王后下落不明 这未免太惨了 正因为这样 演绎为她创作出一段精彩的故事 刘备在荆州逃难时 妻离子散 赵云先救出甘夫人 又回头冲杀 在乱军中找到了迷夫人和阿豆 赵云请迷夫人上马 她自己步行杀敌 迷夫人对赵云说道 将军岂能没有坐马 妾已受伤 此不足惜 请将军快抱着孩子离开吧 赵云高声说道 不 我们一起走 追兵又来了 夫人快上马 迷夫人见赵云执意要保护她 情况危急 她轻轻放下后组 翻身投入枯井 毕竟一匹马载不了他们 迷夫人牺牲了自己 让赵云带着阿斗回去 这段小说情节 独来让人掉眼泪 三国演义有事与 战将全凭马力多 步行怎把右军服 拼将一死存留死 用绝还窥女丈夫 虽然悲伤 但这好像是最美的一个版本 而更无情的一种可能是 关羽根本没能带着迷夫人回去 迷夫人往后都在草位不知所终 毕竟关羽是临时辞别曹操 挂印奉金 策马奔向刘备 当时嫂子不一定在她身边啊 用今天的角度来看 很难接受刘备跟关羽随意抛下女人 但在乱世 那就是无奈的现实 迷夫人最后去了哪里 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 迷夫人嫁给刘备 她的哥哥迷族跟迷芳 可说是国旧 但后来迷芳竟然临阵倒戈 使得荆州失陷 关羽暂死 无论迷芳对关羽有多反感 无论列出多少原因 都不免让人疑惑 国旧爷爷 你真的有理由做到这种地步吗 不过说到这边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如果迷芳是个超级媚控 那就多一个理由了 说不定她跟随的从来就不是刘备 而是妹妹啊 而刘备跟关羽 都对她妹妹如此无情 这就是媚控的复仇啊 好这次开玩笑 请不必认真看待 因为迷芳人的一生 是在缺少历史记载 只好加入各种想象来说 我们回归正题吧 曹操打仗 老婆越打越多 刘备打仗 老婆跟儿女却越打越少 刘备妻子总共到底被抓走几次呢 答案应该是四次 前面说到吕布抓了两次 曹操收服关羽时抓了一次 而最后一次 就是在当阳长板 刘备在荆州逃难时 情况紧急 抛下甘夫人跟后厨 幸好赵云保护 在混乱中救出甘夫人母子 逃脱大难 观众又要骂刘备渣男了 我想想有什么可以辩护的 不用辩护啦 如果将事业兄弟妻子做个排序 刘备确实都是把妻子摆最后 这次虽然赵云救回了甘夫人跟后厨 但刘备还有两个女儿 当时被率领虎豹记的曹淳 卤了回去 当刘备的老婆儿女 真的挺命苦的 刘备抛弃妻儿 这是事实 不过看看张飞传 可作为对照 张飞当时竟然只带着20级兵上前线 可见情况有多危机 逃难的时候 马匹是很珍贵的 如果刘备将几匹马给了老婆儿女 那就会有几个将士没有马匹 刘备把将领的优先顺位放在前面 把妻子摆在后面 我只能说 这很刘备 但未必代表刘备就是对家人没有半点感情 公元222年 刘备在怡邻大拜 她追视甘夫人为皇司夫人 并且下令将甘夫人迁移葬在蜀地 只是灵鹫还在途中 刘备就过世了 这个记载也可以作为对照 甘夫人死得比较早 葬在荆州南郡 也就是说 她陪刘备吃过那么多苦 当刘备得到荆州 正要翻转命运时 甘夫人却不在了 刘备称汉宗王 后来称帝 终于能够让妻儿过好日子 然而这一切 甘夫人都享受不到 甘皇后在世时 从来不是甘皇后 刘备平常虽然不说 但心中很可能对夫人感到不舍于疼惜吧 如果她人血无情 怎么会在人生的最后 下令赶紧将甘夫人嵌到她身边了 诸葛亮对此上言说道 皇司夫人先淑有德性 与皇帝历经为难 轻易申咒 如今皇帝驾崩 适逢皇司夫人灵舅迁回 称等认为依照事法 依约赵烈皇后 刘备嗜好赵烈皇帝 当时刘善年幼 照着诸葛亮所说 将母亲追世为赵烈皇后 甘夫人这时候第一次成为了皇后 刘备人生中还有两位妻子 一位是属将无义的妹妹 吴皇后 四号慕皇后 另一位则是孙夫人 孙权的妹妹 刘备跟孙夫人的婚姻 之后有机会再说 毕竟吴夫人跟孙夫人 不是今天的主题 这次统计 刘备曾丢过四次老婆 最惊人的是 甘夫人很有可能每一次都在 她经历过所有战乱 而实册没写到的 还有其他失散事迹也说不定 甘夫人对刘备心中是爱 是恨 是带点不满 还是满腔复杂情绪 已难以知晓 但我觉得刘备临终前的交代 还有诸葛亮所说的话 仍然可以读到其中温暖 仔细想想 能够接受刘备这样特别的丈夫 甘夫人的心胸有多宽大啊 在刘备生命的最后 是不是想起了 在她三十多岁 漫怀立香大拼事业时 有一位女子总是替她打理家中大小事 默默包容她 刘备在怡林兵败之际 是不是再次想起了 甘夫人这一路上不离不弃的感情呢 尽管甘夫人早在十几年前就过世了 但她没有被遗忘 在诸葛亮的建议下 后主让刘备跟甘皇后合葬 又是一则佳话 我想这是最好的安排 其他夫人确实难以相比 刘备的一生是经历各种挫折苦难的历史 而这些只有甘夫人懂 只有她才能够称为赵烈皇后 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收看更多精彩故事 你的订阅按赞留言 就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 我是说出了刘裕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